老羽,明星的缺陷,刘诗诗的耳朵,无精的手,而他却生下来就没有子宫娱乐圈的明星都是女的场的美丽漂亮,男的阳光帅气,似乎他们的形象都是那么完美,怎么看怎么看,怎么看都很帅气。 但其实,他们也是有缺陷的,下面就来看看,有缺陷的明星,刘亦菲出道很早,而且出演的角色都是很漂亮,很鲜的角色,刘亦菲的长相透露着清纯的仙气,而且气质出众,深受粉丝的喜爱,尽管娱乐圈人才辈出,更新换代特别快,但是刘亦菲的长相气质,在娱乐圈一直都是名类前茅, 但是女神却有一个缺陷,就是不能笑,一笑就露出了牙床,仙女的形象顿时就毁了,除了不能笑,刘亦菲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溜肩,肩膀很窄,肩膀往下面拉,容易看起来没有精神,黄胜亦也是个美女,但是眼睛老是觉得有点奇怪,眼间就比较近,有一点斗鸡眼, 据说是家族遗传,不过就算是这样,好看并不是很明显,颜值依然很高,影响不大,黄轩是个子虽然不高,但是形象还是很正的,出演的电视剧都很受欢迎,演技也得到了认可,不过她有一个缺陷,就是手又小又胖,就像小孩子的手,肉肉的, 还有点可爱,刘诗诗长相前进,因为总想学习舞蹈,十分有气质,是娱乐圈有名的气质美女,还有点古典,演的古装剧都让人十分惊艳,不过在她的耳朵上有一个缺陷,在右耳长了衣,个肉流,所以一般她只将左耳露出来,一般不会露出右耳,除非是工作需要,照定演的缺陷是脚太小,什么时候穿的鞋子, 都很大,没有一双合适的鞋,这让她很郁闷,还发过微博调查过这件事,吴京的战朗尔在观众心中已经根深蒂固了,不过吴京在六岁时,因为她完被扳机切断了左右大拇指,差点因为断指当不了明星,这个想想就很疼啊,姚子秋是国际巨星,在国娃的知名度已经超出了在中国,她出身豪门, 但是喜欢武术,因为常年习武,而且多年穿高跟鞋,杨子琼的脚已经变得有些畸形,甚至看了都觉得好奇怪,上面说的明星缺陷都不算太严重,对他们的视野和生活,并没有多大的影响,而这一问就直接导致了离婚,她就是香港艺人和小贤。 她在内地的知名度并不是很高,有些人不认识她也很正常,她的前夫是知名的运动员和守正,两个人结婚后很是甜蜜,生活很幸福,不过后来还是离婚了,因为和小贤在很早的十几年前就检查,知道了自己天生没有子宫,而后的离婚,应该和这个有很大关系吧? 对此,你们有什么看法吗?